台风马利亚 台风马利亚目前已紧弱了轻度台风,仍哼似中国福建上沿海的区,海岸掀起猛烈潮浪,当地露宿,招牌,弄气机,也只为强大风力毁损,图写取字脸书。 台风马利亚目前已紧弱了轻度台风,仍哼似中国福建,浙江整地区,海岸掀起猛烈潮浪,当地露宿,招牌,弄气机,也只为强大风力毁损,民众纷纷将影片分享至脸书上,从中能看见福建沿海因马利亚台风携带猛烈风雨携来,土色海浪拍摆到路面上,就连矗立在道路旁的巨型看板, 也被狂风隐身吹到,街道路数更是拦腰折断,还有中国民众家里的冷气室外机,被吹离碟架上,紧连驻管线旋掉在外摇摇欲坠,看起来相当危险,只不得去街道成为汪洋一片。 陆媒报道,为了避免台风造成重大灾情,只将交通暂停,公路运输停班23班,水上交通停线14条路线,温州机场也暂停起降。 此外,当地政府也出动302号次车辆1235人次的执法人员,协助防灾事务。 报道指出,温州、泰州、丽水、宁波、杭州、嘉兴、金华,共轻移30多默轮避难。 相关影片 相关影片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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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